而寒流来袭呢 这两天中风以及流感的病例也激增两成 还有过敏体质的人还可能打喷嚏 那么甚至引发冬季的气喘 现在要教您四个步骤 只要确实做到这四点呢 就能够有效减缓气喘的发声 华人歌后邓丽君尽管已经去世多年 不过他的歌声依然常在人们心中 还因为使用波量气喘药物产生副作用不幸死亡 气喘病患除了定时用药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控制病情呢 湿度高的时候我们要记得除湿 第二个是天气很冷的时候 我们晚上的确可以让用一点暖风或暖气 让我们室内温度不要那么低 冬天是气喘好发季节 除了注意温湿度 一时提醒早上起床时戴口罩 避免口鼻直接跟冷空气接触 最重要的是出门戴围巾 要注意气管的保暖 因为许多气喘是过敏引起 不过也千万别因为情况稳定就停止用药 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是没有控制的 因为我自以为已经好了 对 然后是后来就是最近又开始 就是一直反复感冒之后 才知道原来自己其实是没有完全好的 但任护理员员的詹小姐还利用APP 来提醒自己定时用药 加上平时的保养 你也可以避免冬季气喘的巴作 然后再次进入